赵女士满是气愤和讽刺之语 对于娄先生所说的 拿了五十多万块钱 也是一概否认 这让娄先生焦急不已 紧接着 娄先生告诉大家 三年前 他和赵女士惊人介绍认识 同是离异多年的他们 一见面便有种相见恨晚的感觉 所以在2016年结婚之后 他就把钱都交给了赵女士管理 甚至还拿出了多年的婚前积蓄 如今回想起来 他觉得自己就是中了 妻子赵女士的圈套 14年15年没拉出来 一直存在银行里的 16年也拉出来 去银行去取出来给他的 为什么那一次突然想着 要把这个钱取出来给他 他是跟我这样说的 这个是保本比那个银行利息高得多了 你去拿出来 把我存在这里好了 他放那个证件公司里的 这一次是多少钱你还记得吗 少万 其他钱都是稳同银行的 一笔银开他 钱也多的时候就拿出来他 拿去承着他 一个母子机关 我一般平常都不用钱的 你这个是有数的吗 自己都记了吗 我没记 因为我们是合法夫妻 但记过了 我就相信他 赵女士 这一笔十万块钱有吗 没有 完全没有 你让他把钱放在股市里的 没有 股市他自己有掌控的 他自己去开的 我不炒 他们来不炒股 他自己跑到正常公司 有录音的这个是 开股的时候有录音的呀 我从来没揍住 这样把他没操作 不会操作 他说去搞出来 我会来操作的 他说你这个体力老头 我是脑力老头 你三岁小孩吧 三岁小孩 我 夫妻名义的呀 你这些打几分针的呀 你赶紧钱都不成了 那夫妻名义 是不是家里的钱啊 还是你的钱啊 两个人不吵了 其实在这里 我们不是要明确 这个钱是谁的 是楼先生的 还是赵女士的 其实我们今天说到一个 就是你们家的财务状况 目前是谁在管 就像刚刚赵女士说的 这个不是一个人的钱 是家庭的财产 对不对 那你们目前家庭的财产 是在谁的名下 18年的7月 同步和他早上 赵女士 是这样吗 18年的7月之前 你管的家 管的财务 你从来没管过 我就只认一句 一句拿来 我也要年罕记录 他也要年罕记录 我也要支付保记录 他也要支付保记录 我其他不想多说 几分把他刚刚申请出来的 他这个人就一直在说话 脸都不会发好 我的说话 少许巧识不少许巧识 在与他掌握在他少许 他少许巧识了 这里面 张女士 这里面有一个点 楼先生一直在反复强调是说 因为我们是夫妻 所以很多事情他觉得 这样没有问题 就是说 我想让他回答一下 他哪些方面举几个例子 当我是老婆 举几个例子 你是认为在夫妻 关系当中 他并没有把你当一个棋子 保姆都不如 保姆有工资 开始的时候 跟我在一起的时候 很能干很能干 衣服晚上再次都还得快做 家里照顾得很好 现在改变了 变了是楼先生如今最大的感受 因为就在2018年7月以前 他把钱都按时交给妻子的时候 妻子还是一副贤惠持家的姿态 可自从2018年7月发生了一件事情 楼先生决定 再也不把钱交给妻子了 妻子赵女士 也就瞬间来了个彻底的不认账 7月份的时候 我爷子他都冷静去读书 他跟我电话打来 他说要两万多 他说早读 后来我就不同意了 钱也没给 也没交 他完全就是一个 冷面给我给我看了 不高兴是因为 钱给孩子了 他就很生气 他说你给孩子读书了 我说我没给 一份都没给 他就跟我闹 后来又打架 都是他想动手 他也打要钱报警 他打架是这样的 他爷子来要钱打电话 我是不知道的 我是在上班的 晚上呢 他要跟爷子去聚会 到外面去聚会了 就我是不知情的这个事情 他就找借口 带了一套工具 他说这个工具怎么用不来 我去问一下那个同行 那个同行呢 刮信还比较好的 那我说我也跟你去玩 他就不让我去 因为他有秘密嘛 我要坐上去那个车 他就把我水下来 你越不让我去 我偏要去 我就抓住他的衣服 我就偏要跟去 好 结果跟去了 开到半路 这电话打来了 他说你到了没有 我说果然有问题啊 为什么家里不能北呢 光敏正大事的事情 应该拿的事情 为什么 你不要等我当空气啊 我在每天陪你同行共苦啊 我在每天你笑什么的 我会一件一件 出来到家庭啊 他跟儿子约好了 去外面 去拿钱啊 我这个就不方便了呀 第二天起来 我要去上班了咯 家里是每个角落都有监控的 他儿子在给他 垂垂被揉揉将 我是在监控上看到了 我在上班 我回来是他儿子走掉了 走掉以后 我就看他的手机 他儿子有这样一条信息 老爸 我钱已经 已经转给老师了 我到现在我从来没有追求过这个钱啊 这个钱到底有没有拿去 我就问他 我说你别把我当空气 我每天在陪你同行 你有本事你有 我干你教我 你有事情去教儿子啊 你拿钱的来了 当我当空气 你跟我打个招呼怎么了呢 他一口咬的没有给儿子 我说那你 这两个月的 银一盒给我看一下 他说存掉了 我说存掉 那你卡拿来我去 我不相信 我就叫他给他 他要凭什么给你卡 每一次吵了就动手啊 后来是我晕过去了 我晕过去了就报警了 气晕过去了 你这个气晕过去 气的是什么 我连看的权力都没有 我就问 现在我说的话 是真是假 问他是还是不是 就可以了 我有没有加油天出 还是守着求着 是他说改了就改了 我一分钱没给 可以确认的 那他说的那条短信 是什么意思呢 短信是他交的钱 他自己交的 儿子的钱是哪来的 打工赚来的钱 他在生气的 我问你 你没给 你那两个月的营业额 给我看一下 你的不浪费 我老妈来的 我到银行里去 承进去 承着银行两万块钱 你干什么不浪费 刚刚那天拿出来 拿出来 来来来 听听 罗先生 赵女士的意思就是 既然你能给我 给我看一下 为什么不可以 不是不可以 我的钱给他 他就拿去承起来 他就卖给我看 这是我心里很顾忌的 但给他看到 我自己这个钱 我自己可以承起来 我干嘛给他承呢 我这钱都是 自己一分一里赚起来的 你是不想让他知道 你不让他知道 多少钱 我永远都没想过 说这个钱是属于我的 我永远都想着钱 我们要节省一点 因为我是条件很好的 他是家里现在 这么快做生意 这么勤了 连回家住一个晚上都没地方住的 一家破平板 这位自己的 那些了 我们是 那些是 我们可以 有的